各位老師好 那因為剛好這一場是算是第一場了 那也算是我們會有一個破冰的一個活動 所以也讓各位稍微彼此可以互動一下 那就不會說像剛才老師們 一直覺得好像會有點緊張 所以這個當然我自己過往 除了在學校教課以外 另外也是有些在教學學習做氣管教師 所以外面會有一些活動 導師把它融入在我們今天的課程當中 所以各位可以 現在我們第一件事情呢 各位可以去找你周遭的人 周遭的朋友 周遭的老師 然後請他問這個方格裡面的問題 然後請他回答之後呢 請他簽個名 請他簽個名 發現我因為已經有80份 如果不夠的話 就 就是 不過我就是探訪一下下好了 就是請他簽個名 就請各位稍微起來動一下 簽滿9個我們就有 我們的獎勵就是大家可以上台點獎 不是 就是 請各位稍微起來動一下 我們試了把這個9個盡可能簽滿 我們時間5分鐘 時間5分鐘 時間5分鐘 請動 請動 找9個人 找9個人 稍微動一下 請來動一下 謝謝 謝謝 請動一下 沒有簽滿比較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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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 因為可能我們來自四面八方 來自各個學校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 大家來思考一下 我們對於演講的一些看法 這方面大家可以稍微不懂一下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想跟大家分享 那我來問一下 來簽滿9個的請舉手 9個 哇 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謝謝 這個動作是迅速 來簽滿8個 好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好 7個 哇 再鼓勵一下 謝謝 好 非常謝謝各位 好 用心 那這是第一個 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 好 第二個呢 就是可能要各位拿一下你的手機 好 你的手機 如果各位有注意到的話 上面有一個寫線上提問 我們知道各位的看法是如何 就是我自己雖然是作為一個 口傳系的老師 或是說自己也算滿有於提問 但有時候我還是很害羞 好 應該說我本來也很害羞 好 這個 因為很害羞呢 所以如果你不方便在線上提 不方便在公開 待會兒覺得 我有問題 想請教 還是開口的話 所以我們現在呢 各位可以在手機上 可以用匿名的方式 通常 因為我們常常會 像我們系上也常會辦些演講 有時候我一直提問 我也覺得很尷尬 我就會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呢 跟老師提問 所以如果你不好意思的話 你可以用 線上提問的方式呢 其實 不論你用QR code 或者是你用 用任何的一個可以瀏覽網路的 瀏覽網路的 這個就是 輸入SLIDO 就是輸入這個 SLIDO 你可以用你的 可以上網的 任何的 輸入SLIDO.com 那我們現在這個房間呢 是3127 3127 那你看我們這個就是 有人9個都填滿了 可以試試看 可以試試看 當然 譬如說 有老師提問說 如果客服上台時 切腸腦袋短 在空白的酒況 太棒了 就是 各位可以把這樣類似 心理的疑惑 心理的問題 那我們在課前呢 我會先把各位 可能想到的一些問題 就是 先 好 我們先做 然後課後呢 就是在結束之前 我們會再run一次 讓他心裡有話 想說的 想問的 都可以 如何 克服 言論的恐懼 真的 來 如何克服 忘詞 好 好 好 這個 各位可以 可以試的輸入看看 好 可以試的輸入看看 來 我們先看 譬如說 九個天 滿好拍 好 恭喜 然後 期待課程 好 我也非常期待 跟大家有這樣愉快的相處 我們期待其他的演講 我盡力 好 然後 如何克服上台時 切腸 腦袋 短暫 痛懷的窘 好 這邊我們通常會這樣說 好 這是兩個方面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 其實就是 沒有什麼 就神奇的秘密 其實就是 準備 好 我們說準備跟練習 就這兩件事情 事實上就是 我想 你很難就是說 不準備 然後說練習不夠 然後就說 欸我上台 就可以回答很好 這有點像什麼呢 就像我們常常在做 我們也去做模擬面試 好 因為要進大學 我們去協助做模擬面試 那會有些學生會說 那如果我完全都不會 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話術 然後就把它變成 像考官認為我會 要是有這麼神 我就不會在這了 思想跟各位講就是說 當然我們會說 有些人會試著去說 叫做 比如說你去換題目 把你不會的地方 轉成會的地方 有些人會這麼做 但事實上很多厲害的考官 其實一聽也都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要 我們不要讓我們自己 忘記這些事情 他們講的時候就是 你要充分的準備 跟充分的練習 好 這個是比較 比較就是走正道 當然你說另外就是 像我們有的時候 我們會準備一些 好 我們會準備一些 memo 好 提醒各位 而且事實上現在還有個好處 現在我們就演講說 好 我們都不斷在利用都是 Powpoint 所以它其實某種程度上 都在幫助我們 好 幫助我們在提詞 所以這個是 好 想跟各位分享的 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何訓練 聲情 好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 是聲音的表情嗎 好 聲音的表情 事實上 這當然有專門的課程 好 但是我們在外面教演講的時候 我們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會說 就是 運用你的 輕 重 還 緊 其實 就是說 當然我們還會幫到男女老少 類似什麼 壓鼻音 然後 壓尾音 就是用尾音 比如說小孩子 人家不喜歡啦 好壞壞喔 你會用重疊的方式 好 然後讓你會覺得是 像一個小孩子 或什麼樣的聲音 但是我們這邊比較會強調 其實我通常在外面教 就是輕鬆還擊就好 有些東西輕輕的講 好 比如說它有一種懸疑性 你知道嗎 那天晚上 好 我們來到這個校園裡面 一片漆黑 好 這就是輕輕的講 你輕輕講會有它的懸疑性 然後呢 重 重就是當然 這個各位 今天我們來這邊學演講 學演講 學口語 我們為的是什麼 我們為的是希望 把我們的想法 把我們的體驗 能夠去傳達 你可以影響這一屋子的人 一屋子的人 可以影響這個城市 這個城市可以影響這個國家 所以你的聲音 就可以影響這個世界 這誰說的 歐巴 好 重 但是我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在教演講的時候 就是聲音的表情來說 簡單來說就是在 我會比較建議很多人的說話 會不斷的一連串 一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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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較怕尷尬 怕 不說話 其實我倒是覺得 緩這邊 很重要 不要怕 不要一直說 一直說 一直說 好 那這個緩就是容易讓你的重點 讓大家等待 讓大家聚焦 跟你說話 你知道嗎 那天有個電影超好看 超棒 超精彩的 你知道嗎 他會讓我們會有一種興奮 會有一種急促感 那這個時候 所以我想跟各位講 就是 這個輕重緩急 這是比較基本的 我們會去表達 我們的演家的聲音的表情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是比較 比較容易操作 好 我們再來看 沒有聽嘛 也好憨 太棒了 抱歉 看得見嗎 看得見 謝謝 演講時的臨場反應 要如何訓練 這個我們在教演講學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訓練呢 就是我們要不斷的要有 提醒演講 當然就是說 這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為什麼有時候會 其實我們今天也可以玩啊 就是我們大家就是抽錢 今天抽到了就 上台演技 好 這樣子 好 就是當你沒有準備的時候 你都能夠去發言的時候 那更何況當你準備好的時候 你會表現得更好 所以為什麼有的時候 我們在演講學訓練裡面的時候 我們會抽題目 譬如說我們會這樣玩 一人寫一張 一人寫個題目 好 看你要寫的會誇張 譬如說 就有些人就寫題目是 就是什麼 豆腐啦 題目是 夏天啊 或什麼樣的一個題目 那去抽 抽了之後呢 抽到了你就要 真正的題目 好 去做一個演說 或做一個 一分鐘的一個談話 所以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說 這種 透過這種方式呢 來練習 好 練習一個即時即時的反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通常 在 KTALK裡面也是 或是說 在專業的演講者 其實這裡有個建議 他的建議是這樣 他說 你要把你的演講 假設是 一百分鐘好了 你只要準備九十分鐘 九十分鐘 也就是說 他會希望 你另外的時間 是拿來提供你做臨場反應的 那當然這些包括 另外一個概念就是說 你要對你的 演講你的內容 很熟悉的時候 那麼 你就有那個餘語 去表現你的幽默 去感受 聽眾的感受 好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在 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的回應 好 如何克服 辯論的恐懼 這個是一個非常棒的題目 我把類似的概念 想跟各位去做分享 我一點很好奇 這個是心理學的研究 請問 如果當你覺得壓力很大的時候 上台要演講的時候 這應該有兩個步驟 一起來跟各位做分享 各位知道現在 現在在 大概前十名吧 你在上台演講的時候 很緊張的時候 請問 你應該做什麼 可以讓你 比較不容易緊張 深呼吸 太棒了 我們給老師鼓勵一下 謝謝 好還有沒有 好 這個緊張啊 恐懼啊 壓力啊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現在在 有一個 史丹佛大學的一個心理學教授 叫做 艾米卡迪 她基本上 她認為 就是透過她的一延串的研究 她發現 她們發現 做什麼樣的動作呢 可以減緩你的緊張呢 就是做 神力女超人的姿勢 好 也就是在你進來之前呢 如果大家不介意 我知道做得太辛苦 不介意的話 就站起來 我們一起來做一下好不好 好 讓印象深刻一下好不好 謝謝 來 就是神力女超人的姿勢 好 這樣子呢 可以增加 身體裡面的激素呢 不會讓你那麼緊張 好 正我教授的那種 high power position 這種高全力的這種動作呢 好 兩分鐘 甚至你去參加面試的時候 好 當然不會有用面試 這個 就是參加 就是鼓勵學生 或者去 再要去面試 或者去參加一些 比較容易 上場之前 當然你在平常這邊做 好 這樣分眠很照相 好 有沒有不一樣的感覺 有沒有 誠實的說 對 我還沒說到兩分鐘喔 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整個 好像比較放鬆了 有沒有 好 這個是 這是人家科學研究的 好 這個 我們也會借助一些 科學研究的成果 好 那這邊我要講的是 第一個重點就是 你可以透過一些 知識改變 好 這個其實它的概念是 心情去影響你的身體 身體去影響你的心情 好 這是互相自由 相互影響 所以我們這時候是用身體 來影響你的心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其實 這個 坦白講就是 我自己也是一個非常緊張的人 所以 對這件事情 或是說非常有恐懼的人 對這件事情我也花了很久的時間 對這些 試圖去找到這答案 那 另外 這個也是呢 在Tenbook上面呢 有另外一位心理學家 他提到的就是 你怎麼去面對你的壓力 如果你把壓力視為是有害的時候 誒 他們發現去研究你的心血管 就真的是在緊縮 而且容易造成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可是當你接受他們的一個 教育也好 接受他們的一個告知也好 跟你說 如果你把壓力當成是什麼 有益的時候 誒 發現這個心血管的呈現 完全就不一樣 就跟一般的狀況 一般的 甚至於是更有助於你的健康 所以就是當你覺得 試得去改變你的心態 好 改變你的心態 你覺得說 我相信透過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可以獲得很多 我可以學習很多 我可以讓我自己更快 好 事實上我現在這個冒汗啊 壓力啊 是為了什麼 謝謝各位電脫 不然 我們大家老師互相驅軟 因為我們通常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睡著睡啊 倒著倒 所以 其實說實話 就是 老師們是 最 就是 對學習是最熱忱 我也非常對付各位 好 簡單來說就是 當我們去改變我們的想法的時候 把壓力 是壓力 是對我們有益的時候 那是會幫助我們去 不僅讓我們的身體更好 而且可以讓我們的表現更好 那我這些外在的行為 這些行為是為了什麼呢 我的流汗 我以前常常 我記得我在大學 第一次評辯論比賽的時候 做裁判的時候 雙方便球都不緊張 只有我的汗一直滴在那個桌子上 結果變成火炊停渣 好 但是我們可以把這樣的一個外寫的行為 可以就是 理解成就是 你的身體在幫助你 幫助你更積極 幫助你反應更好 幫助你更能夠去處理各種應變的狀況 讓你更棒 坦白講 我知道各位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當你自己在想問題的時候 欸 有時候常常就卡住 或者是就很懶 比較懶散 可是當你在課堂當中 去跟同學分享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常常有的時候 突然有幾個點就 就過去了 有幾個點就讓你覺得 欸 豁然開朗 你有新的idea 所以其實 當這人在這種 比較高壓力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特別的表現 所以恐懼這件事情 我覺得 其實每個人都會恐懼 每個人會恐懼 就像我到現在打邊論 徐老師一定是高手中的高手 還會恐懼 那我們其實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不論是自己打邊論 或是上台預約的 其實都還是會恐懼 但是 他是正常的 而且他是幫助你的 幫助你能夠表現得很好 就是我們去打邊論自己的心態 那客服忘詞這個部分 我們剛才有類似的講法 就是 希望說 多準備 就是充分這樣 如何跟世界排序想說的素材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問題 大概我們在課堂內容中 會跟各位做說明 切場尷尬怎麼辦 有沒有人覺得怎麼辦 我跟各位分享一個 我在2010年的時候 我就去應徵四星大學 會議傳播學系 那時候我也是 汗如雨下 一直不斷在流汗 那時候用衛生紙擦 這個是一個小技巧 衛生紙擦到滿面都是衛生紙 後來呢 我就決定了 決定就是做大叔 就隨時準備一個 好 毛巾 這樣子的話呢 基本上 就是 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看你自己的反應的狀況 譬如說 有些人呢 有些人他切場的時候 他會熟 會比較會晃 那這時候呢 你就試圖不要讓自己 去拿這種大的東西 讓人家看得很明顯 好 譬如說 你就不要讓你的手去拿東西 那這樣的話 你晃的那個程度 就會比較不被重視 不會看得出來 每個人緊張狀況不一樣 有些人是蒼白 好 有些人是 呃 他完全看不出來 但是他會說 我好緊張 或什麼 所以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那我自己是會不斷的流汗 好 不斷的流汗 但是 欸 就是我們換個心態 就是享受這個過程 好 享受這個過程 好 面對不感興趣的聽眾 呃 這真的是一個大問題 這個 這個當然我們在 在我們內容中 會跟各位做分享 好 內容中 做分享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 確實在演講的時候 我們必須是 呃 就是要 試圖去聽眾的中心 好 但是呢 有的時候我們也知道 呃 不是每個人都對我們的談話 會有興趣 這有時候我們只能做我們敬意 好 再來 如何讓演講者不拉西者 哇 這又尷尬了 好 我趕快回到重點 是在講講 哈哈 好 這個 呃 不讓演講者不拉西者是 就是聽眾的角度 還是僵責的角度 好 來 演講時聽眾有人大眾多離席 想開一點 想開一點 好 這個 佛以異音簡說法 眾生水雷哥德爾姐 這種沒有 不要去 我不是說 不是要內定 但簡單來說就是 我覺得就是尊重 好 就是尊重 上台一點空白 好 practice 跟prepare 如何聽聲音 進行動的互動 好 這個很重要 這個我們 當委 就是事實上各位也知道 就是 這有點就是 拉近跟 聽眾的興趣 這件事情 就是增加 當提問啊 好 有的時候就是 說的是 投票啊 之類的 如何提升表達能力 做到言之有物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課程內容 沒有錯 怎麼準備辯論或演講的主題 我後來突然想到了 我 我不用談辯論吧 我們今天主題直接講 辯論就辯論 辯論的老師專門來處理 好 然後準備 我今天會一台獎 好不好 開始 謝謝 如果客人公開講話的恐懼 終然已經一再練習 我也 我也一再練習 但是 就是說 就是轉換 就是把恐懼當作是 給你的 給你的一個經驗 好 如果在最短時間 記錄對方辯識的內容 好 我們就交給徐老師 當 欸 演講是那個 廖元廖老師嗎 辯論 對不起 辯論 記得要提問 別人質問是如何應對 好 我們就交給辯論 好 然後演講潛逐的資料 非常生硬 經不起來怎麼辦 這邊跟各位分享 因為我們帶來內容會講到 或跟各位分享 資料非常生硬呢 基本上就是 記不起來 用 辯譽法 辯譽法 什麼是辯譽 就是用 複雜的內容 用 簡單 能夠理解的方式 好 不僅是自己說明 說明給別人聽 或者是 自己幫助自己記憶 比如說我們說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像電流 好 電流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 電這件事情 我們是用什麼東西 來理解電的 我們用流水來理解電 對不對 用水流的概念來理解電 所以我們是把生活經驗中的 一些可以理解的事實 去理解我們 比較難理解的抽象事物 所以試著去用一些 比較具體的方式 來做解釋 這個是在我們修飾學技巧裡面 才會用到 不回答 缺於回答的學生 有所進步 進展的技巧是 不回答 缺於回答的學生 有所進步 進展的技巧是 好 有沒有老師願意幫忙 有沒有人願意分享一下 這題要怎麼辦 不好意思 各位的台前這個是可以按一下 就可以發言 好 那老師你們幫忙一下 這題要怎麼辦 各位老師們大家好 我在訓練學生員獎 或是學生員獎 就是上台的時候其實很常會遇到學生就是會不敢回答 那這時候就變成是 我必須要一直不斷的去提問並引導 讓他去想辦法提出他自己的想法 那他可能會是在比較那種單字化的說話的時候 然後就會想辦法用點接詞讓他把話串起來 然後這是第一步驟 然後接下來第二第三步就是這樣變他慢慢可以表達 比較長矩的長矩化的時候 然後再給他一些就是 有沒有主要就是鼓勵吧 是鼓勵 就是讓學生能夠就是可以好好的去回答問題 但這樣的學生其實不回答或缺於回答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在引導者方面會特別的重要 是就是盡量給他鼓勵的方式 好我們給老師鼓勵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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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這個老師回答真的非常棒 那我自己頂多在補充一個就是 我們通常會認為就是 我們如果讓這個孩子讓這個同學 在他自己熟悉的領域裡面 比如說 他會喜歡玩傳說 他喜歡玩什麼 讓他談他有興趣的主題 有時候你會發現 哇 原來他的想法是這麼的精彩 他是這麼敢勇於表達 所以試著有時候在一些主題上面 引導他謝謝 來 奇葩說 有看過奇葩說的老師們請舉手 哇 好厲害 謝謝 謝謝 那真的很棒 真的非常棒的一個節目 非常有趣 好 我 我目前我常常會有片段 是 是 在 在剪奇葩說 是的 這個真的很重要 好 這個質問 那我們就交給院論科老師了 好 好 到這邊 那待會兒 如果在演講的工程當中 好 抱歉 在跟各位分享當中 各位有 非常歡迎繼續 好 可以去提 這樣可以嗎 好 如果可以的話 就開始我今天 對演講 現在時間是10點11分 好 我們試著 大概我們再 再撐 再撐 再撐半個小時 我們10點40 做一個休息 這樣可以嗎 好 有沒有人急著現在要去洗手間 應該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10點40做一個休息 那我這邊 今天會跟各位講 就是 有關的一段部分 我想 最希望的 除了 跟各位介紹一下 空域傳播 這個學系 就是我們的相關的教訓內容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很希望 能夠幫助各位 或者說提供各位一些想法 各位回去的時候 就是提供 希望讓你的同學 怎麼樣在演講上面 就是 跟你們一些技巧 跟你們一些步驟 跟你們一些方法 希望跟大家做分享 這樣可以嗎 所以就是兩件事 第一個 可以說到你在學些什麼事情 第二個 就是我們希望今天 讓各位可以 在演講的技巧上面 想跟各位做一些分享 這個是今天希望達到的 那我今天首先很快的 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好 我是目前在空域傳播學系服務 各位看到這個 好 我現在是做主任 應該 代表我很會講話對不對 事實上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是選最不會講話的人 做主任 因為我說不過他們 所以不猜是對我來說 以上就是 短短虛構 不過真的 應該是說 我們常常說 古之學者為己 也就是說 因為我從小不會講話 因為我害羞內向 好 所以呢 我對會講話的人 特別的羨慕 好 所以我努力的希望 學習這一塊 那我自己呢 好 在 在台大啦 在 台中 我在台中待了兩年 好 在許多中心啊 靜宜啊 馮甲 其實我在北運營也教過 好 我在教的是那個 楊榮之優課程 那我也 各位 感覺我在 我有十一級所學校的品質 有沒有覺得很厲害 好 謝謝 其實 反過來說也很悲慘 為什麼 因為是 流浪教師 好 我念政治學 我念了十四年 好 大學四年 研究所三年 然後 博士七年 然後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的時候 在中研院做博士後兩年 還是找不到工作 後來我到 你看我 我念了第二個博士 我到了英國去念 好 英國去念 很厲害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還是找不到工作 好 所以簡單來說 這十幾年 但是我也非常謝謝 特別是我跟各位說明 我在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我就去應徵 同學穿過學系 就因為流汗流太多 結果 他就沒有錄取我 結果到二零一五年 也就是五年後 我經過了 到了英國 到了中研院 然後到了台中 去做各式各樣的歷練之後 終於他錄取了我 而且更尷尬的是 二零一零年幫我打敗那個老師 各位明年就會看到 好 沒關係 所以對我來說 但是就是 我雖然是念政治系的 好 各位待會可以看到 其實他跟 空語傳播有很緊密的一些關係 好 所以大家想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那我今天主要是三個主軸 好 那我希望 我們試著加快一點速度 所以我大概在 why這邊 跟what這邊 好 我希望能夠在我們這個 半個小時內 能夠跟各位做說明 然後對著 好 所以簡單來說 我猜 猜解今天的演講 我是這樣來猜的 第一個 我覺得要回答的問題是 我們為什麼要學演講 好 我們人其實是 會去問意義的動物 好 我們不是說 人家告訴我們就是什麼 我們必須會要 先要解答我們心中 這個why 好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好 為什麼要嫁這個人 好 我們要先what 然後再來呢 我會跟各位介紹的是what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這個學科是什麼樣的學科呢 好 會 然後接下來呢 我會試著跟各位分享 也就是今天的主題 how 好 也就是我今天我在做演講的時候 我 要怎麼去 來教授 那事實上 為了增加我們那個 增加 增加各位的那個專注力 好 所以我今天待會也會 每個人會準備三分鐘 三分鐘的人是我介紹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個絕對比辯論更簡單 好 比辯論更簡單 那 所以我們會 好 會用這樣的一個形式 所以請各位就稍微想一下 好 想一下 你有 我們就是做個簡單做教 我想對各位來說也是破冰 也是 好 就會對我們所學的 會可能會更有一些 直接的感覺 好 另外的部分呢 我們為什麼要學演講 為什麼要學演講 各位覺得呢 為什麼我們要學演講 謝謝老師 都沒有人理我 謝謝 這個呢 表達很重要 那表達很重要呢 我們 各位可以知道 我們在什麼場合裡面 我們會需要 我們的學生 因為我想這個 不是我的問題而已 還包括 各位回去 我們的同學 坦白講 就像這句話說的 如果我不想學 事實上你會學東西怎麼樣 會很困難 會很困難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 這個其實是我們第一個要幫我們同學 先去 先去啟發他 或是先去引導他 先去讓他去認同的 這一個 就是讓他有這樣的一個動力 有一個動力 那這邊我問了兩個 我們可能 問了兩個問題 好 那現在呢 是不是就請老師們就是 先跟你的左邊右邊 先選一個找一個partner 好 來 找了partner之後呢 我們來問他一下 認為哪些場合需要發表公開一點說 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有好的表達力 對你有什麼好處 來 我們現在呢 找到partner之後呢 來 剪刀石頭布 好 來 剪刀石頭布 沒有找到的請站起來 我們請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從 我們請 請我們同學幫忙一下 好 來 剪刀石頭布 來 贏的人是A 來 A請舉手 A請舉手 好 來 A因為你贏了你好棒 你先提問 好 請開始 B先回答 B先回答 書的人是B B先回答 來 我們時間一分鐘 好 時間一分鐘 好 好 今天到 謝謝 來 鼓勵一下 謝謝 非常謝謝老師 您認真 好 有沒有人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第一個問題是 哪些場合需要發表公開 演說 好 好請 好 來 嚇到了 誰怕誰對不對 來請 立倫老師 結婚 升旗 選舉 第二題 可以曾經會檢討 誤會或是增加人員 哇 掌聲鼓勵一下 立倫老師 你做過 做過 結婚主持嗎 哈哈哈哈 沒有 沒有 那你怎麼會講到結婚要支持 兩位老師 兩位老師都做過 剛結婚 所以 因為事實上我剛做完那個 司儀結婚主持人 對對對 這可以 這真的是 運動會司儀 運動會司儀 對嗎 來 謝謝我們這次掌聲 謝謝 好 再來我們秀貴老師 這個 抱歉喔 這個 被捕黎青 喔不是 呵呵 就職典禮啊 記者會 畢業典禮 歡送會 發表會 看目閉目 教學演講 這是要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可以達到說服的效果 還有 溝通了解 可以得到支持 化解誤會 還有聯繫情誼 哇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這個 這些老師 老師們提供非常豐富的答案 好 事實上 我想這邊 在心理學裡面 其實也在談到就是 當我們的同學 好 當我們告訴他說 欸 演講可以幫助你幹嘛 幫助你幹嘛 他通常會 不容易去 好 不容易被你說服 當你問他的時候 讓他自己把這些答案 說出來的時候 他會比較容易 好 相信這是正式的事情 所以 這個有地方 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 事實上 我們在做這樣的安排的時候 也很希望 好 讓同學們之間 讓學員之間 欸 自己把這些答案說出來 然後讓他說 欸 這件事情 是對我有幫助的 所以 我試著想知道 欸 那然後呢 我要怎麼做 好 這邊是跟各位做分享的 我想 老師們這邊 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呢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事實上 就像老師剛剛提的 有許多場合 那這邊還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我這邊會想跟各位分享一個概念 這概念大概是這樣子 事實上 我們口語傳播 我們通過說話的方式 去表達 去說服 這件事情 各位覺得大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 很可能是我們做原始人的時候就開始了 有沒有 我們可能 各位如果有看過類似一些人類學 在研究一些原始部落的時候 常常常就是在晚上的時候 在螢火邊 然後彼此訴說著今天發生的一些事物 那事實上我們就是從這個經驗當中 特別是古時候的人 要從經驗當中去累積智慧 去累積 如果你不知道說 這個前輩說這個老虎要怎麼打獵 要怎麼打 然後猴子的有什麼習性 你可能就會被淘汰 所以事實上我們會說 其實 就會 Makintyre 就說我人是說故事的動物 哲學家就認為說 人其實是個說故事的動物 所以我們 這其實是百萬年來 人類演化的過程當中 人所獲得的一個 你可以說是一個基本能力 或是一個天生的一種能力 而這種能力 在今天 在今天 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同意 這邊也是想跟各位做分享 就是 集結某程度上 它變得越來越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小孩一直不看書 就是呢 有時候你會發現他們就是 盯著這樣子 電腦看 或是手機看 就是看著手機 但事實上 若各位也知道 現在Tentow 各位應該有聽過這個非常著名的演說 這一年有十億的人 在各位觀看 現在一年有十億的人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當文字 當然是一種共同的方式 可是說話這件事情 它也變成 我們現在過往 我們從在螢火堆旁邊 訴說著 經驗 訴說著各式各樣的一個故事 到今天 我們不僅僅只是 只是像今天一樣 我們今天說 今天有公開錄影 不僅僅只是在現場的人 而且我們現在 現在透過說話的力量 透過說話語言的力量 我們一開始要去傳播到 更多無遠福建 甚至於有人晚上看 有人在睡覺前聽一聽 你會發現它的那個影響力 而這邊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它跟書寫差別在哪裡呢 有的時候我們看到文字 當然我這邊沒有要去挑戰文字的力量 沒有挑戰書寫的力量 只是想跟各位講的就是 有的時候 我們是透過講者的聲音 講者的語調 講者的輕聲的這種表達 而我們去產生一些連結 就像我們很喜歡一些作家 為什麼我們要去聽他的發表會 我們看他書就好啦 我們有時候就是要去看這個 真真實實的這個人 他跟我們產生的連結 而這個連結產生的力量 而這個力量就會有更大的影響力 所以我想跟一般的 我們看到公子看到文字 我們甚至於會認為說 如果我們能夠聽到他的聲音 看到他的影像 有的時候會讓我們更有那種 面對面接觸也好 或者是更有真實感 他會更發揮力量 而這個是我們會認為說話也好 語言也好 口語也好 他可以展現的一種方式 那這也是我們覺得他很重要的地方 各位同意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那今天我們會有三分鐘的介紹 各位不要太緊張 這邊變很簡單 所以我們在Wine這邊 所以我這邊 這邊想跟各位分享的是說 特別是在 剛才我們是在這個目標上面 就是我們設定這個目標 就是Wine這邊呢 我們是希望來激發動機 激發動機 那方法上面呢 不論是透過問題的引導 或是透過相互的討論 我們沒有做一個步驟是書寫的反思 有時候會請同學去寫 為什麼我們要學演講學 學演講學會對你有什麼好處 用過書寫的反思 或者是我們今天呢 類似這樣的指派任務的方式 讓他們會有動機 願意來學習這個科目 這個是我們在第一個階段的部分 另外呢 在第二個階段的部分呢 也是一些知識上面的概念 想跟各位做分享 是What的部分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演講學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那我這邊想跟各位說一個 當然跟我們的遠遠有關 事實上 我自己的國式論文也是在處理這一塊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從政治系 突然跑到侯語強國學系 各位知道 在西方文明中 流傳細經最早的 演講學教課書 或是比較完整的 是哪一本 哇好厲害 老師們真的 好 老師們面前就 對 是修辭學 是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 是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 所以事實上 在國語文的教育裡面 我相信也有在台語講 所以我今天想跟各位報告的是 從不同的脈絡 不同的脈絡 那我這邊所學的 我自己的 博士論文 所處理的就是 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跟修西比德的修辭 修辭 所以這個呢 事實上就是 修辭學 那當然比較 氣筋比較完整留下來 是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 但事實上 博拉圖對修辭 對文字對口語的比較 也有非常精彩的一個討論 在Fedalus篇 也有做討論 所以可以 各位可以看 但是比較像是技術手冊 是修辭學 修辭學 好 發現 那個可能是 那個連接的時候有點 線路有點怪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好 這個亞里斯多德呢 但是修辭 我這邊要跟各位 稍微區分一下 我們一般想到的 因為事實上 我們 我們在 我相信 事實上我也會去 我們也會去看這些書 就是在中文系裡面 各位 我有點好奇 有上過修辭學的請舉手 謝謝 謝謝 對 抱歉 事實上 我知道各位老師其實有上過修辭學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 翻譯的關係 所以兩個修辭學 稍微不太一樣 好 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譬如說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譬如說在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裡面 他在談的是 他的修辭的概念是 公共說服 那這個公共說服裡面 譬如說他會談的就是 我們這邊講的 Logos Pesos Esos 那Logos 簡單來說 他說服有三大方式 三大方式 這三大方式 第一個就是說之以理 說之以理 那簡單來說 所以我們會有一本課 叫語言邏輯 以評判思考 我們基本上就是在建立論證 argument 我們會建立論證 建立論證裡面 簡單來就是 就是有理由的主張 理由有不同的形式 比如說 研議法 歸納法 推斷法 歸納法 類比法 我們去建立一個論證 那甚至於像 也有些人說論證有方法 權威論證 欸 各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嗎 謝謝 好 好 就是呢 我們會有一些論證的形式 好 來建立 那亞洲人會認為說 其實說服這件事情 不是要靠哭的 不是要靠威脅的 不是要靠恐懼的 不是憤怒的 好 希望是以這個作為主軸 好 這個作為主軸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第二個呢 情感 動之以情 也就是人是受到情緒的影響 當然 人的情緒在不同的狀態的時候 他接受的說服效果會不一樣 就像說同學 我們會跟同學做比較 做說明的就是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常常就是說 你跟你爸媽要錢的時候 在他們吵架的時候 還是很高興的時候 高興的時候 好 所以事實上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動之以情 動之以情呢 也是說服術裡面呢 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就是 在當代年可以說是 情緒心理學啦 在當代是怎麼樣去 知道什麼是憤怒 什麼是恐懼 什麼是悲憫 什麼是忌妒 什麼是不安 什麼是焦慮 那這時候 人們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反應 好 這個就是在修持學裡面在談到的事 來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談福之以德 這個是Esos 好 串安老師 報名一下 串安老師 如果我今天是口傳系系主任 我跟你說 多喝水有益健康 你會覺得怎麼樣 如果從 群會有關鍵的服務 還算是沒有說服 沒有說服 也太棒了 太棒了 對 那如果我今天 我今天是台大醫院的醫生 串安老師 多喝水有益健康 多喝水 多喝水 好 這邊的差別點 你們各位有注意到 同樣一句話 不同的人說出來 效果一樣 還是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好 那當然 這個人格這個部分 你說 我又不是 每個人都是醫生 都是專業 我舉個例子來說 串安老師 我跟你說 我之前 就是一直 有點尷尬 不是 我之前 一直在身體有些小毛病 後來我發現 我這十年來 我每天早上就喝一杯溫開水 我發現對我的身體健康好有幫助 我跟你講 多喝溫開水有益健康 你也是 你也是 太棒了 好 謝謝 這時候我想跟各位講的就是 不僅僅是你的專業 你的經驗 你的性格 你累積出來的一些過去的行為 都有助於重新塑造你的什麼 忍知 塑造你的人格特質 對不對 你就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 好 那你說 對不起我這邊突然插到這邊 Petzals Logos Ethos 我在講什麼呢 我只想跟各位 因為很多老師上過修辭學 這個跟我們上的修辭學也不一樣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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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只想跟各位稍微凸顯一下 有沒有重疊的地方 跟各位報告 有 有 修辭格 西方也在談 也一樣 所以修辭格這部分是 真的是重疊的 但是 在公共說服這一塊 西方的修辭學 比較像是演講學 演講公共說服 說服之學 這個是跟各位分享的 好 那這個 就跟各位很快的說明一下 為什麼我從一個政治系會 跑到口語傳播 簡單來說就是 這可能修辭術 是源自於所謂的民主政治 因為在當時 各位可能都聽過 古希臘的時候 他的民主體制是什麼 直接民主嘛 對不對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誰會說話 誰 就有權利 誰 就成為領導者 所以當時就有一批人叫做 字術師 Sophist 有人翻做字 字電視 他們就專門在 他其中 教了一行 就是專門在教人家說話 所以坦白講 我那時候念了半天發現 原來我們這一行的老祖宗 都是一些壞蛋 好 當然 亞洲的他們罵這些人就是 說黑為白 顛倒是非 其實就像我們在中國文化裡面 我們對巧言令色 其實同樣類似的批評 柏拉圖也對這樣做了很大的一個批評 但亞洲的他會說 同樣的就是 說話就像你的身體的武力 身體的肌肉一樣 我們會學著去鍛鍊身體來保護自己 那為什麼我們不應該學著 鍛鍊我們的口語表達能力 來捍衛正義 來捍衛我們認為對的事情 好 所以這個東西有點點像什麼 有點點像一個中立的一個記憶 你拿來傷害文 它就變成壞事 你拿來做好事 它就變成是有益的 好 所以跟各位大概分享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當時這個歲數數呢 就叫做修慈術 修慈術 好 這個修慈術呢 第一次 這是古希臘時期 那到中世紀時期 當時的讀書人呢 他們有所謂的三義 這三義包括了 譬如說他們 所謂的 有點像我們的小學 遜孤之學 小學裡面呢 要學什麼 要學文法 要學邏輯 還有學什麼 一二三 還差哪一個 數學 接近了接近 還要學修慈 你們講的是七義 就是這個三加四 另外呢 包括幾何 天文 音樂 算數 這就是七義 這就是所謂的中世紀 有讀書人 都要會的東西 基本款 基本款 所以修慈這個在西方的整個脈絡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門學問 那我這邊想跟各位分享 各位有聽過Tate Talk嗎 Tate Talk呢 這個是Tate Talk的總裁 或是說所謂的首席策展員 他說的 他說 修慈學的核心含義 就是生動說話的技巧 基本上就是證書的目的 重塑現代修慈學 提供建立新時代演說能力的跳板 所以這不是我說的 事實上呢 這整個 事實上 整個西方有一個非常重要 或者非常 影響力非常大的 這樣的一個傳統 在這個Tate Talk上面呢 其實也是想要 讓它去豐富化 為什麼 我們說會有一些 再新或者一些復甦 或者一些復甦 或者一些重新發揮力量 因為現在我們就知道 我們今天演講 一定不是一對在場集位而已 今天的演講師 剛好跟各位報告過 Tate Talk有一年有多少人 10億人 所以你會發現 它展現的那個力量 已經是怎麼樣了 已經是有一個 隨著科技的改變 有一個新時代的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趨勢了 好 那 最後我花三分鐘很快 跟各位說報告 所以各位馬上會發現 原來我們是 我們是 基本上是同語 什麼意思呢 口語傳播學系 就是我們今天 本來我在 我在整個計畫裡面 是第一堂課 所以很快的跟各位說明一下 口語傳播學系 這樣的一個概念 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們口語傳播學系 其實在1910年的時候 我們從哪個系蹦出來 我們從英文系蹦出來 所以其實各位 其實那個概念就是 其實 你說口語表達 這件事情 其實不就是中文系 裡面的一支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各位其實 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就是 在語言的運用上面 不論你是書寫的 或你是口語表達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很多作家超厲害 超會講話 為什麼 因為他經過不斷的書寫 他能夠去整理出非常 細緻精確的 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他的表達也會特別好 所以其實 我們是一賣的 好是一賣 但是不否認 就是當 早年的時候 有一些演說家 會認為說 我們讀的不是薩斯比亞 我們不是讀的 在英文系裡面 我們不是讀的這個 奧斯汀 我們是讀的是西塞尾的演講詞 亞里斯多德的演講詞 林肯的演講詞 我們讀的是 馬丁路德均的演講詞 這個是他們所關注的 所以於是呢 就分出來 分出來這個學能 所以我想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們本來 大家不論說是英文系 中文系 其實我們都是語言學系出來的 是語言學系出來 那這個出來 這邊很快的 就跟各位說 抱歉 這邊很快可以跟各位說 其實基本上我們就是 我們傳播理論 有包括人際傳播 小傳體傳播 公眾傳播 大同傳播 那我們這邊是屬於公眾傳播 一對多的 這樣一個演講的形式 那這邊只要公參考就好 那我這邊有列了幾本書 那很抱歉 因為我們現在 就是我自己收到的一些 簡報的一些訓練 就是現在有的時候 我們認為我們的簡報 基本上如果給各位的話 沒有一個完整的文字檔 各位可能比較不容易理解 所以我沒有放在 沒有放在各位的講義裡面 但是我最後會 我會提供 會後會提供給 給主辦單位 所以不用擔心 那我這邊是想跟各位 就是如果你有興趣 我非常推薦這幾本書 對我自己有很大的一些影響 那當然我們系上有一個叫尤子祥 尤老師 他現在是我們學校副校長 他寫了比較專業的演講學原理 如果你剛開始的時候 譬如說像這個推特的這本書 或者是像上台的技術 這是比較同學都可以直接可以觀看 所以可以推薦給同學 那我們小時候最喜歡看 有些人是不信這一套 但是我自己是蠻信的 就是卡內姬 卡內姬有些人覺得 啊啊啊啊 那我是比較喜歡那種雞湯型的 這個沒有 我想這個就是個人的性格 所以我對演講這塊 產生興趣也是受到他的影響 好 那當然也有一些 我要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這邊delay了幾分鐘 在一分鐘內結束 在我們的科目呢 世上口語傳播學系的科目 在國外 在美國大學裡面 大部分都是被視為 類似通識課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在大學校有大英國文 所以在美國的大學裡面呢 也有類似就叫做 比如說 叫做公眾演說 public speaking 每個學生都要修 所以我們很多師資就是 大量的在提供 這樣的一個基礎課程 或通識課程 因為我們會報告過 這個在西方文化裡面 有一個很強的 一個口語演說的 這樣的一個學問 所以對大家他們認為說 既然是民主政治 你要會表達 你要會說話 你要能夠把你的平面 把你的意見 表達出來的時候 那你就需要 需要這樣的一個能力 所以這個事實上 在美國的幾乎每所大學 都會有這類的課程 好 那當然 我們 抱歉 這邊我想跟各位講 就是我們的課程呢 包括了比如說像 演講學 修辭學 人機溝通 說服溝通 談判 團體溝通 組織溝通 簡報製作 這一類的課程 就是我們在學習 口語傳播 這個學問 所會教授的內容 所以簡單來說 我這邊簡單來說 跟各位報告的就是 好 簡單來說 跟各位報告的就是什麼呢 我們在上什麼 我們這個學問會上 演講 簡報 說服 談判 組織溝通 家庭溝通 領導溝通 團體溝通 人與人之間的這種溝通 我們跟大眾傳播為什麼不一樣 大眾傳播我們會認為 他是一對多 透過電視電影報紙去對大眾多傳播 而我們的市場要什麼 互動呢 所以我跟各位也報告 我很可能是口傳系 最後一屆系主任 尷尬 因為三年前他們不讓我進去 我就決定進來之後 一定要把它改變 我們現在 就是我們已經送到教育部 我們調整名稱為叫做 口語傳播 國際社群媒體學系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好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認為在當代 國內Spy也好 Facebook也好 或是Instagram也好 這些已經是什麼樣 它提供了一個多元互動的一個管道 就像我們剛剛跟各位報告 我們演講學已經不能再思考 只是一對多的公眾演說而已 我們事實上在教學內容裡面 都必須要談到說 你怎麼樣還要透過這個虛擬的社群 去做傳播 當然如果教育部突然幫我們打過票 那我變說 我還不是最後一屆 所以有點尷尬 不過我們現在就是往這個方向 做一些調整 其實就是與時俱遷而已 以上 抱歉 就待會幾分鐘 不過我們試著這樣子 現在時間是10點47 我們就是休息到11點鐘 那今天我看看的部分 先就 就是我們演講這個部分 第一個希望跟各位說明的是 Why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學這個講 然後第二個部分 我們想跟各位說明的是 這個演講學 它主要的內容 它的歷史淵源是什麼 好 來跟各位做說明 我們先休息一下 謝謝 好 我們上課謝謝 各位老師辛苦了 我們剛才呢 針對我們說演講這件事情呢 我們先問一個問題就是 Why 為什麼我們要去演講 那事實上 不論是我們在應用的場合裡面 或者是說 它可以幫助我們個人 可以達到什麼樣 不論是剛才有老師們提的說服 或者是能夠表達自己意見 發揮影響力 或者是相互的一種情感 好 這樣子的一個需求 接下來我們會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發現 在今天這個時代裡面 特別是在文字的閱讀上 可能有些人不喜歡 透過這個方式來做學習的時候 事實上 在網路上像這種演講 或者是說網紅直播 你會發現它的 它可以去發揮的影響力 現在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是我們希望 能夠跟同學們做分享的 好 這個就是希望各位 在各位老師們 在回去的時候 可以再跟同學分享的部分 就是會發現 今天我們可以透過 口語的這樣的一個表達 讓不同的人 不同的習慣 能夠有 學習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可以跟各位順便分享一下 像我自己就是 有在定 當然我不是要替它做宣傳 但是我自己在定一款 那個叫做得到 得是那個 得到的得 這個有點尷尬 四字旁的得 到呢當然就是 到哪裡的到 得到 得到的APP呢 事實上我就有在訂閱 無論是在講一些經典 或者是 或者是在訂閱一些電子書 它大概就是20分鐘 有的是5分鐘的形式 有的是20分鐘的形式 在說一本書 或者在說一個 在說左傳啊 在說春秋啊 因為我覺得我這個年代 已經很難去閱讀 真的都很想要知道一些事情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做學習 那這個 他們那個設計者也很好玩 對我來說也很難想像 廣播或者是 還會有那樣的一個影響力 像大家都影音的 可是 突然發現人們的時間 越來越流稅 所以透過這種 類似像廣播式的這種 語音的學習 變成是另外開了一扇窗 我自己覺得受益很多 所以我們也常會希望讓同學 也有辦法能夠去 透過有系統的去佔要一本書 其實那也是一個功利 那也是個功利 也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個APP還蠻好用的 還蠻好用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件事情呢 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後來我們也談到的就是 欸那演講學 這一門學問是什麼 那我想跟各位說明的就是 它其實就是修辭學 但這個修辭學 跟我們一般的 中文系的修辭學不太一樣 它的脈絡 Retorate這個脈絡 所以是不太一樣的 那內容也不太一樣 有些是在談公共說服 那待會跟各位說明呢 它內容的時候 也會就是跟各位說明 它有一些地方 還是有重疊之處 那事實上 Retorate這個字呢 因為 就因為跟我們的中文的修辭 會混淆了 所以我們在 我們這個學問裡面呢 其實有老師呢 把它翻譯成叫做 語意 語言 藝術 語意 所以各位 將來在聽到 語意學的時候 其實它在講的就是 修辭學 其實是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 但是因為修辭學 發現語意學 這個在傳播學們 有在做推廣 但是也沒有到非常 大家都接受 一般還是通俗的 把它叫做修辭學 所以我自己也是 比較常覺得還是叫修辭 當然這有一些比論上 因為我認為修辭比較能夠 突顯出修辭的危險性 它有它的 它有它的說服力之處 但它也有它的那個 在理論上面也都 有正反思考 也有可能是 尖倒是非的危險性 所以我還是把它叫做修辭 能夠正視這種危險性 好 所以這是我自己 對這個翻譯的問題 先跟各位做說明 好接下來呢 我們大概有55分鐘的時間 我們會 跟各位介紹 那如果我們 告訴同學 就是我們怎麼去 告訴同學 就是 教演講學 當然我這邊沒有要挑戰各位的專業 我這邊只是提供 另外 可能一個脈絡 供各位做參考 所以 只是參考而已 那您還是有您 就是原本教演講的 這樣的一個脈絡 那我這邊希望提供一些素材 給各位 那簡單來說 我們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呢 我把它 就像我們在這個 其實講義上面也有列到 我這邊就是把它分作這五個部分 這個也是具有一個歷史脈絡 是西塞文的修辭五要素 修辭五要素 包括構思、結構、風格、表達跟記憶 這五大要素 那我今天 那我今天 接下來的時間呢 會針對這個五大要素的部分呢 來跟各位做說明 做說明 做說明 主意做說明 那這時候我們常常 有時候我也必須要去說服我們的同學 就像 就會說 他們可能會問說 老師 為什麼 我們要拿一個 古羅馬時代的 所以事實上 應該說的已經有提到這五大要素了 但是西塞文 一般認為 把它歸類成西塞文 其實是來自於一個 不知名作者的一部著作 把這五大要素 特別要把它歸納出來 但是我們一般就是會歸納的就是西塞文 為什麼這要談這個 兩千年前的一個框架呢 我常常喜歡跟同學講 我今天拿一個 日門的 演講學教科書 我用這個框架來教你 五年、十年之後 這框架還在不在 都在 可是呢 這個 從百年前、千年前 他就在 可以想見 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他也會繼續在 那我不如就用這個框架 來告訴你 你就跟著上未來 你不會被淘汰 但是我不否認 你要有一些新的內涵把它加進去 那這個就會變成是一個 你可以繼承的就是一個 千年以來的一個歷史脈絡 而且這個是會 所以人們會是長久的去傳送 或者人們不同的教科書 其實你會發現框架逃離這些 但我沒有說 我也不是那種就是 一定要後補國金 但是我一定是說 它有它的效用 所以我今天就是一樣 用這五大結構 來跟各位做分享 首先第一個呢 是構思 也就是 其實這跟我們寫作文很像 所以我這邊如果在各位面前 把門弄錯的話 還請各位見諒 我只是從這個脈絡裡面 來跟各位做說明 也就是我們 當我們要發表一場演說的時候 第一個最重要的 或者說第一個福音就是 Revention 這個你說叫做創造也好 叫做構思也好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所謂構思就是 我們要試圖去找出 說服聽眾的理由 我們發表一場演說 很有時候 我們不論是做介紹也好 我們去做說服也好 你會發現 就是要讓我們的聽眾說 為什麼 即使是做介紹 我們通常在演講會分兩種 一種就是叫做 說服性演說 一種叫做光只是提供資訊的演說 但事實上即使你是提供資訊 都會被認為說 為什麼這些資訊重要 值得聽 其實也是一種稅務 其實也是一種稅務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會認為說 第一件事情就是 為什麼這些聽眾 會覺得它是重要的這件事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這邊有四件事情 想跟各位分享 剛才也有人 也有老師提問到 包括了什麼呢 包括了聽眾分析 第一個 這個 抱歉 你在營養學教科書裡面 會跟各位講 先看看 我們參加的人的年齡 教育水準 然後呢 職業 然後呢 還有什麼 性別 或者是 比如說 學校也好 或什麼也好 就是我們要知道我們聽眾 那這時候就牽涉到什麼 你要用多少的專業術語 你要用多少 大家可能已經知道的東西 已經知道的概念 或者是他們其實都不知道 在決定贏的裡面 好 但是一般來說 我想跟各位報告的是 各位知道 一般像 演講比賽 我這邊說的是 各位有聽過 這個叫做 國際演講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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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很多的演講比賽 但是各位知道嗎 就地界冠軍 因為在英文裡面 有很多這種程式可以去計算 那地界冠軍裡面 他們的演講語言的詞彙 各位知道通常是適合幾歲到幾歲的程度嗎 他通常都只是適合 而且他的那個難易度 都只是大概是九歲到十三歲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通常我們的口說的語言 要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比較容易讓人家聽得懂 如果太多的那種 就是術語啊 太多的那種 就是一些成語啊 詞彙啊 這種 會比較難讓人家 喜歡跟接受 所以今天是各位 原則上是 以比較簡單的方式 這也是跟我們一般會說 差別就在於說 我們一對一談話 跟一對多談話 這件事情 通常你要想到 大部分聽眾其實是不會專心的 比較不容易專注的 所以你要用 比較簡單的方式 來做表達 好 再來呢 就是主題規劃 這邊講 其實各位 我知道之前有上過 類似研究專題 這邊主題規劃 跟一個演講 也是非常類似的 通常我們 譬如說 我們會有 提升功功力 或者說 而且 就是 通常我們同學 我請他五分鐘演講 他可以跟 他會來講一個 比如說 快樂之道 或是提升功功力 通常我們會認為 這樣的題目都 太大 太大 也就是說 在主題規劃裡面 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各位將來去指導學生 去參加比賽的時候 我想也是類似的 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我比較建議 真的要小心 不要去選那種 太大的題目 太大的題目 就像做研究一樣 泛泛而談 完全沒有辦法 有足夠的資料 有足夠的證據 去支持你的主張 即使故事也好 都 你的故事都可能會變成 比較騙點 因為你的題目 你要想論證的一個理由 實在是太大 所以這個是在主題規劃上面 當然這個在教科書上面 比如說我剛才舉到 尤雅志祥老師的教科書裡面 他會有一些細部的討論 細部的討論 但是我這邊就是先 從一個比較概括的方式 來跟各位說明就是 通常在選題的時候 我們寧可 就有點像做研究一樣 小題大作 小題大作 用小的題目 小的一個 譬如說 可能農園可能5分鐘 你就辦法談溝通 這麼泛泛的題目 不如談分手策略 不如談 比如說如何搭討 之類的 說到一個很小的情境當中 你才能談得深 談得有意義 談得有趣味 這個是在主題規劃上面 當然另外一個呢 就像我們這邊 在教演講學一樣 必須也是很殘忍的 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邊 基本上教的框架 教的概念 都只能讓你80分 讓你有一個基本款 就像我們教學生一樣 就像 我想很多文系的老師 他可以教寫作怎麼做 但是真的要成為文豪大師 坦白講 有時候就是學生個人的造化 或是個人的一種創意 那我們就只是想跟各位講 就是我們會教 這些我們會提供素材給同學 但是同學真的在怎麼發揮 其實呢 在創意思考這個部分 通常我們在業界的時候 通常在談創意思考都會開始玩 各位有玩過嗎 我想很多人應該也會有安排類似的 就是會拿音次貼 怎麼樣 每人拿音次貼 然後不斷的發散 比如說想到一個題目 想到比如說溝通 會想到什麼 然後不斷的發散 然後最後再收斂 然後再來彙整 重新的找出最重要最關鍵的一個主軸 這個是我們在同學 就是在跟同學分享 我們怎麼樣去讓你的題目 因為坦白講 很多題目就是老生常談 就像我們寫作文一樣 其實翻版覆覆 大家寫的東西都會很認識 那演講也是一樣 他比較不像是理論 理論坦白講 理論是什麼呢 理論就是說有一套東西 你每次做都一模一樣 可是演講 你每次做 靠同樣的框架 那會怎麼樣 會沒有人在想聽你說話 那叫套路 那叫老套 那叫做整槍爛掉 所以這個就變成是說 這個創意思考的部分 也是我們在invention這個地方 我們必須會去做 那我們怎麼具體去做 坊間也有很多 很多在強調創意思考的部分 我們今天就沒有去演練 只是跟各位講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很重要的一環 但是這個一環通常 通常在我們在外面業界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是 就用NGTA 讓小組小組去做發散 發散之後再收斂 收斂之後然後找出 彼此認為最核心的重點 那通常這邊有個技術上的問題 那如果大家觀點上不同怎麼辦 如果大家 沒有去 不覺得哪一個是最重點怎麼辦 這時候他就跟你什麼 小貼子 小圓貼 那大家就同調啊 之類的 然後就選出一個核心之後 然後把它貫測成 就是我們要發展的一個主軸 好 好那另外一個呢 在我覺得越來越 不論是高中朋友或大學同學 我們基本上會希望的就是 另外一個核心呢 就是所謂的 好 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這一塊 收集資料這一塊呢 因為我們會希望 我們不僅僅只是 泛泛而談而已 坦白講 收集資料這一塊呢 也就是包括了 我剛才有講一個概念 叫做論證 論證 那這個論證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那個概念 從Logos 以理夫人 那以理夫人這個概念 也就是跟各位想說你們 就是你有你的主張 譬如說 我主張 上課不應該玩手機 好 不然玩手機 因為會造成分析 欸 可是萬一我旁邊 坐了一個男生太帥了 會造成有分析 所以 以後太帥的男生 不能進教室 會造成分析 所以這時候 你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 接下來分析 分析到什麼程度 你怎麼去證明 怎麼證明 這時候呢 通常我們會 通常我們會去找的是什麼 譬如說 英國某某中學 學校呢 他怎麼樣 這學期 禁止學生帶手機 怎麼樣 上課 結果這個學校的成績呢 增加了比如說 百分之六 那他就怎麼樣 這個比較初步舉證 他就舉出了一個什麼 舉出了一個實驗的證明 一個理論 那這個就怎麼樣 增加什麼 增加他的說話的說服力 那 反駁的人 這跟導演論一樣 那反駁的人怎麼辦 除非你有更多的證據 你要證明說 這個分數 什麼百分之六 百分之多少 這個你這個 比如說這個只有單一學校 這個理證太少 譬如說這個實驗 哪邊設計有問題 你要 除非你要找到其他的證據 來反駁他 否則的話 對方至少已經 有一個證據 在那邊了 有一個證據在那邊 這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的演講 我比較跟各位想建議 就是我們 在聽同學的演講的時候 也希望就是不要是泛泛而喊 什麼 追求成功啦 追求快樂 最後都是一些很浮泛的 那那個 那個我們會覺得 他會比較沒有說服力 那這邊我剛才講的是 透過證據 另外一個 我們常常運用的 舉證的方式是什麼呢 坦白講這個 心痛 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常常在丟這個 不是這一台 但是 但這跟 這上面的螢幕的產線 應該跟我這台是沒有關係 他有點難過 好 沒關係 來 為了避免我們分心 黑幕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的那個 同音笔沒有 黑幕的話 你要按哪個按鍵 變成黑幕 怎麼辦 怎麼 螢幕怎麼樣讓它變成黑幕 譬如說 譬如說 這樣 當然 今天 今天 算了吧 欸 我要跟各位講 通常一個完美的演講 沒有人會記得 通常都會有出錯的演講 就有人會記得 好感就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各位知道 看起來我那個哏 好 這個 簡單來說呢 就是 我想跟各位講 除了就是這種 證據資料以外 其實還有一個 我們常常在演說當中 會用到的 叫做 例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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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說什麼呢 譬如說 有些同學 他可能要談的是 同性婚姻肝 那他可能談的是 事業趨勢 潮流 他可能會談一個說 我想說一個故事 為了好朋友 他 譬如說他的一個親戚 好了 因為 兩個人相愛 相愛之後 結果在 因為一個出車禍 到了重症病房裡面 結果他的伴侶想要進去看他 因為不是家人 就不能進去 在這種生死教官的時候 然後卻兩個相愛的人 跟相見等等等等 好 其實那個會是怎麼樣 那個在我們演說當中 是有效的 是有效的 我們一般很容易就會受到 例證法官的影響 故事的影響 各位 剛好明天 對不對 就是把我打敗你的腦鬆死 明天呢 會來講故事 所以故事這件事情 其實他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過在我們最近有一個 比較 這個故事法應用要小心 我們最近有一個比較不好的例子 各位知道是哪一個嗎 不是最近的嗎 有點久 不過 比較不好的例子是 2016年的時候 這有點尷尬 不過這邊沒有政治的 那個啦 只是開玩笑的 2016年的時候 朱立倫市長不是要選 選總統嗎 然後他說 他只舉了一個例證說 因為大學的阿嬤 叫我選總統 那個就是稍微弱一點 如果他再加幾個例子 會比較的他的那個強化他的力量 所以這邊只是想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我們通常呢 會用的是數據資料 通常用的是理論 譬如說幾個理論 幾個概念來說 譬如說 因為 理論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 我舉個例子來說 譬如說 在同性婚姻頭髮化裡面 在這個 為什麼很多人會以為 有一部分的人會以為說 大部分人都支持 同性婚姻頭髮化 各位如果可能教高中科大學生 他們都會覺得 因為 好像他們 就像他們周遭 理所大人的事情一樣 可能理論裡面有一個叫做 叫做 Filtrate water 叫做過濾泡泡 或者叫做回音式 因為我們在這個社群 越來越被分重分化之後 大家都活在自己的同溫層當中 這就是一個理論 他可以解釋一些道理 這個理論不是我們自己說的 他可能是學理具有一些基礎 那這邊其實都類似有點像 像我被舉的就是 類似剛才叫做 權威論證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沒辦法去窮盡 一切道理 我們常常仰臺就是一些 專家 學者 理論 來支撐我們的主張 所以我剛才講的 我剛才講收集資料 收集資料為了是什麼呢 為了是讓你的主張更有道理 那有哪些方法呢 第一個 數據嘛 對不對 我們剛剛就舉了英國什麼 透過這樣實驗的方式 數據 第二個我舉了是什麼 故事 對不對 用立正法的方式 來做解釋 那第三個呢 會是什麼 理論 對不對 用理論的方式 所以我們在幫助同學 在做演講的時候 各位老師們在交通員去做演講的時候 其實這一塊是蠻 收集資料這塊是很重要的 我們常常會 聽到一些泛泛而談的一些 的一些說詞的時候 會覺得比較可惜 會比較可惜 所以這個是希望 希望就是 這四個步驟 聽眾分析 主題規劃 創意思考 跟收集資料 這邊是一些命名 來結構呢 再來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叫結構 結構很簡單 其實就是有次序的呈現主題 第二部分是結構 再次結構的部分呢 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其實現在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都可以做很好的投影片 做很好的影像 但是通常會比較忽略的是 他們的內容比較沒有目標跟架構 所以這個結構這件事情呢 是我們通常可以去幫忙去指證的地方 特別是通過大家可以投影片的這種演講的時候 那我也碰過很多 那我也碰過很多 因為我現在也有在 在某個基金會 在幫忙做一些 類似青年女秀的一些真學 然後就有一些很優秀的一些同學去演講 那這些我常常會發現 哇就算他們再厲害 可是他們通常在結構上面 因為沒有學過專業的演講的一些小技巧 所以通常就是他一直開始講之後 批啪批啪 有時候弄得我好緊張 我都不知道到底他會 他接下來要幹嘛 要做什麼 然後我是不是哪邊 前面沒聽到 後面就忘掉了 就是沒辦法去follow他的那個主軸 好 所以這邊就是想跟各位分享 就是結構這件事情 是我們常常看到現在很多優秀小朋友呢 的同學會忽略的地方 其實這個概念很簡單 好很簡單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在中文裡面 當然不是起承轉合作文 在英文裡面他們的概念就是 開場本文結尾 開場本文結尾 也就是一個演說 他要具有這樣的一個邏輯性的架構 那有人就是說 開場就像鳳頭一樣精彩 那本文就像豬度一樣豐富 結尾就像豹尾一樣有力 那這個我們區分了這個之後 我來細部來跟各位說 譬如說在開場的時候 開場呢我這邊舉的是開場4A 4A是包括什麼呢 包括attention agenda and and advantage 這個當然我們在同學 有些人會玩大老二 這就是什麼 TT 4A隨時都可以出的 那這個呢 這個attention呢 所以很多人上台演講的時候 他可能會先講個小故事 他可能拿個道具 他可能是怎麼樣 引用一個名言 他可能是怎麼樣 他可能是講一個數據 譬如說我們曾經有同學 他會說各位知道嗎 我們這堂課 現在開始上課 50分鐘之後 我們出去的時候 台灣已經有16個人通報家暴事件 那當他講這樣的數據的時候 會怎麼樣 那接下來還在開始鋪成他的一個論點 所以就會用這樣的方式呢 讓大家先有一個注意力 attention 再來呢叫agenda agenda呢叫做議程 議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今天來這邊 到底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會很希望講者會告訴我 這通常我這邊想跟各位講 就像我一直很喜歡告訴各位說 我現在幾分鐘要做什麼 你待會要幹嘛 然後我今天我會講的結果 的內容是什麼 先預告 預告 否則的話我們就會一直很慌 我今天到底要做些什麼事情 到底你講到這邊 接下來你要講什麼 我不知道 我不能期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關於我們講者施神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很容易專心 施神的時候 我可以再怎麼樣 回得來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把議程告訴我 這樣可以嗎 所以議程很重要 會議的議程是程序的程 議程很重要 agenda 再來m是什麼 目標 目的 也就是我這張演說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今天想跟各位說的就是 我這張演說的目的就是兩件事 第一個 跟各位說明 我們可以傳播 所上的內容 第二件事情就是希望 講一些演講的一些技巧 讓各位呢 可以去指導學生演講的時候 可以運用得到就是這張目的地 那最後一個 叫做advantage advantage 叫做利益 利益 誰的利益 講這個演說 對我有什麼利益嗎 不是 是對聽眾的利益 聽眾的利益 我聽完這樣演說之後 我可以有什麼好處 我可以有什麼樣的 就像我們有時候 在韓國開學的時候 有個請同學說 在韓國開學的時候 在韓國的時候 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 分享一下 然後有同學就上來 說我去了韓國 然後後來韓國的好多男生 都對我搭訕 讓我好快樂 好結束 那聽完你這樣的分享之後 對聽眾有什麼樣的利益 advantage 譬如說你可以介紹說 因為我到韓國的時候 我把我兩個這邊圈圈畫 兩個紅紅的粉塞 然後後來我就變成 好多人喜歡跟我搭訕 所以你現在去的時候 也可以這麼做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advantage 你才會讓聽眾說 為什麼我要聽這場演說 更有一個問題性 這樣子 所以我也希望這場演說 可以幫助各位 在各位將來回去 指導學生的時候 會有一些素材 有一些想法 可以幫助你來指導 好 這個是有關於這個4A的部分 4A開場 那在本文的部分 這邊簡單來說 其實我們通常說 有層次 有條理的一個演講 我這邊還是想聽各位報告 我這邊是一個基本款 是一個基本款 但是呢 可以幫助一些同學 比較靈散的時候 其實有朋友幫助 當然我也承認 不會是每一個演說 都是同樣的模式 所以我這邊要講就是說 你怎麼樣讓你的 談話很有條理 其實有一件很好的一個秘訣 其實就是打底 我舉個例子來說 譬如說像我們問說 各位來這邊覺得 來剩下這個營隊覺得怎麼樣 可能有些人會說 空氣很好 就是同學友善啊 就是你很容易就什麼 很容易東一點西一點 可是如果你會說 我覺得來這邊演說 來這邊參加這個營隊 我覺得有三個 讓我比較印象深刻 第一個 我覺得同學之間都非常友善 大家相處愉快 第二個呢 這個老師呢 特別的說來可親 上的特別好 沒有反應 好 沒關係 第三個呢 就是 我覺得這邊中餐很香 好 所以呢 類似這樣的方式 就會讓你的 聽眾會 很有條理的 聽到你在說些什麼 好 這是第一個的打底 那打底裡面 我們通常會喜歡說 現在有沒有該列個魔法三 這個不是 也不是我發明的啦 這個 基本上是這樣的 過去我們在小時候 學Pumping的時候 他會說叫做 Magic Seven 就是說我們不要列 超過什麼 七點 對不對 但是呢 後來人研究因為手機的影響 人的專注力呢 現在記憶的點數只有4.6點 只有4.6的事情記得起來 但是呢 我們知道現在是越來越惡化 所以我們基本上 能記住三屆事情 就很不錯 我如果跟你說 我們今天有 我今天談的外話套 如果談到說 演講18點 講完就昏了 所以 基本上呢 就是在打點上面 當然 那有些人還會 再推演一下 包括什麼 我們談的什麼 天地人啊 軍青師啊 就是過去 現在 未來啊 然後上 中下 其實會發現很多時候 我們用三這樣的方式 來去歸納去總結 這當然不是定論 只是供參考 那有些人的結構上面 我們剛才在打點上面的時候 有時候一二三沒有邏輯關係 如果更厲害的人 這邊有點尷尬 一舉一一舉四點 更厲害的人呢 基本上是透過結構 譬如說問題 問題是什麼 情是什麼 方案是什麼 成效是什麼 有這樣的一個邏輯的關係 就會讓你的論述 就像剛才有同學講的 有老師提問的 怎麼樣讓你的演講 會更看起來有結構性 就是要讓他有因果關係 就會有結構性 那譬如說 有些人可能是 像我們在外面 在交的時候 我們會在交的時候 如果你一個提案報告 特別是投資的提案報告 基本上只有五張 因為大老闆 或是你的這些天使投資人 很昂 你只有十分鐘時間 你不可能準備一個 一百頁或幾頁的一個報告 我們會說成五張 第一個當然是封面 第二頁就是你的什麼 吸引力 什麼叫吸引力呢 譬如說 如果這個方案可以賺五千萬 五千萬 如果賺五萬塊 那就下課 不是 就不用來了 就沒有興趣聽 所以這一張 第一張就是吸引力 吸引力 吸引力完了之後 你要展現的是什麼 是什麼 對 是什麼 你的專業力 專業力 也就是說你為什麼能夠達到 譬如說 要開一個新市場 譬如說有新的機器引進 譬如說有新的生產方案 譬如說有新的一個 顧客的一個服務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 怎麼樣 第二張就開始說明 你為什麼能夠做得到 那接下來之後 你說你能夠做得到之後 接下來第三張叫做什麼 執行力 你要怎麼做 你要去合併呢 還是要去購買呢 還是要在這個私訟上面 就是幾月份 幾月份 要做些什麼事呢 通常有人說 做乾特徒之類的 所以這時候就會怎麼樣 就會很有邏輯性的 把你要呈現的步驟 把它呈現出來 這個在演講也是一樣 同學演講也是 我們如果讓你的先後次序 不見得是第一點 第二點第三點 但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有邏輯的關係 就可以把它呈現出來 那當然也有些人是用目標 你要達成目標 運用什麼方法 然後你行動去做什麼樣的一個 實踐 目標 方法 行動 去做檢視 所以這也是一種邏輯關係 那我自己在這裡面呢 我用why how what 這樣的一個關係 這個也不是我發明的 這個是在我 明天是在網路演講裡面 非常有名的 在談一個叫做 黃金同心圓 why是在提供價值 how是在談方法 what 是在談內容 我只是做了一件尾條 我在詩句上做了一尾條 方便我們這個課堂的運作 來 我這邊想講一個概念 在結構分類的時候呢 這個在系列界常常會講的一個概念 叫做missi法則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在打這些點的時候 要mutually inclusive 是要互刺的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互刺之後呢 要把這些點跟點直接穷盡 叫collectively exhaustive 要把它穷盡 所以互刺跟穷盡 那你會說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什麼意思呢 來跟各位做報告 好 譬如說 這個呢 這概念當然是 各位有提過大清聯義嗎 這是日本應該最臭屁的 這個企業管理大師 那他也寫了很多著作 他簡單來說 Missi這個是 他算是很早期 引介過來的 這是 那個 這個企業管理公司所在使用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譬如說像是 方位上面 一定有 老師會說 嘿嘿 東南西北哪有窮盡 他的目次 好 窮盡了沒有 我跟各位報告 有一個時候就窮盡了 老師說是正銀軍 不是 塔麻將的時候 東南西北 窮盡沒 沒有中八百嗎 沒有 沒有中八百的位置 所以這是窮盡 有互刺了 我們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也是 彼此之間怎麼樣 能夠互刺 不會相互重疊 而又能夠怎麼樣 獨立在一起 又能合起來 請問春夏秋冬 有沒有把所有的 把一年分配完 好 這就是一個好的 好的一個分類 好我這邊要跟各位報告 譬如說 好當然在我們的 明有名 三明主義 好 抱歉 來我們來談個個案 譬如說談自拍 有些同學就會介紹說 怎麼樣能夠自拍拍得漂亮 於是呢他打了點 他認為說自拍要拍得美 第一個要表情好 第二個笑容要好 第三個要手勢 要對 各位覺得怎麼樣 有什麼問題 對 名詞老師 背景也很重要對不對 所以他怎麼窮盡 你光這些談好了 就沒有窮盡 對不對 那有沒有互刺 有 有 笑容跟表情 有沒有互刺 是不是怎麼樣 是不是就重疊了 對不對 表情跟笑容 這個就重疊了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呢 我們這邊加上了角度 加上了表情 加上了知識 還有你要有好的手機 還有你剛才名詞老師說的 還有什麼 還有好的背景 對不對 這樣才能夠把這一個自拍美照怎麼樣 窮盡 這才是好的分類 否則的話你談了半天 有沒有用 我的意思是說 你談了半天之後 你會發現 發現什麼呢 如果談了半天 第一個人家會覺得 怎麼老是再重複一件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件事情 就算我都做到這個 我有沒有辦法開到自拍美照 有沒有辦法 沒有 沒有 這就是沒有窮盡 抱歉各位懂這意思嗎 好 來我們繼續看 我這邊再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天下 我有一天在看那個天下雜誌 看了一篇文章 我看了就是為我一奇聞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不要太過在意別人 尤其是 第一個別人眼光 第二個別人期待 第三個他不要跟別人不一樣 第四個別人心目中的形象 第五個四個 第六個別人喜不喜歡我們 怎麼樣分類分的很棒吧 出了什麼問題 對 他是談了半天 好像他談的是什麼 你說不出來 到底他在談什麼不同 這個就是會認為這個思路 就怎麼樣 不夠清楚 所以在做結構的時候 聽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那坦白講做起來 不容易 不容易 因爲什麼 因爲我們都知道 其實語言有的時候 怎麼樣 它不會現實世界 你很難去掌握那個樣子 一個複雜混沌的一個世界 這是不容易掌握 要切乾淨 但是切乾淨有它的好處 會讓你的思慮很整理很清楚 第二個 你要適合去窮盡 你要討論議題 這樣免得你討論半天 沒有用 還是解決不了那個問題 好 所以這個是想跟各位分享 來 我們講完了 講完了本文 再來結尾 結尾簡單來說呢 最簡單的一個結尾方式就是什麼 整理回顧 也就是說 我們常常會說 我今天到底談了些什麼 我們在演講學裡面 裡面有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NPC就是 第一個叫做 Tell them what you will say 告訴他們你要說什麼 第二個叫做 Tell them 告訴他們 第三個叫做 Tell them what you have to say 告訴他們 你已經說了什麼 就這樣 因為其實人的專注力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要在演講當中的時候 我們會用這樣的方式 結論也是 整理回顧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常見的一種手法 那當然什麼是最後一集呢 通常在譬如說 舉個例子來說 譬如說我們在談 譬如說環保很重要 環保很重要 他可能談了數據 談了理論 然後談了這個 這個什麼世界趨勢 他最後可能就開始講一個故事 他說 好 我們家前面有一條小河 然後小河裡面那個白鵝龍劍 好 通過一個故事 或透過一個名言 或透過一個 好 他自己的親身經驗 然後去讓整個演說 通過不同的角度 去最後一集 希望通常是呼籲行動 或者是什麼樣 或者是去影響 去創意觀念 所以這個是 我們在結尾的時候 所以簡單來說 我剛才講什麼呢 我剛才講就是說 各位 我們第二步驟是 我們構思完 第二步驟叫什麼 結構 結構裡面 我們會開頭本文結尾 那本文裡面要注意到 分類的MISI的原則 在結尾的部分呢 就有一些手法 可以幫各位做參考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風格 風格呢 風格呢 他的英文叫Style Style 事實上 很多人會以為 所謂的修辭學 都是在風格裡面 他會適當的修飾 我們的表達內容 讓我們的演說更精彩 好 那這邊呢 我這邊跟各位報告 這邊 各位老師們 其實在語言的掌握上 比我更強 所以我這邊就不用多說了 就是 通常我會建議 就是在語言上面 能夠清楚 合適 能夠適合這個聽眾 所理解的內容 然後呢 我們常常會善用批語的方式 會用圖像 因為 這個圖像有兩個意涵 第一個呢 現在很流行的是用 拋空眼這種方式圖像 那當然 另外一個意涵呢 就是 真正厲害的講者 他可以在你的心目中 去建構一個圖像 建構一個圖像 讓你是生利其盡 那另外故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在語言當中 適合格言 格言 格言為什麼很重要呢 這亞里斯多德說 因為格言呢 可以凸顯你的人格特質 好 認為 認為 我有點好奇 雖然我不想 一直拆解自己 當如果 譬如說像 有人在說話的時候 常常可以引經句點 或是偶爾 當然會用太多了 偶爾一兩句的話 各位感覺如何 感覺他常常有一點學問 雖然他也覺得 會面兩句而已 但是會覺得這個人是 會彰顯 這就是 ethos 在讓你的人格特質 在做展現 所以不要小看格言 這個力量 那當然另外一個就是 修辭格 這個老師們最厲害 就是抱歉 中文記裡面 就已經有上了 修辭格 那修辭格 我們在演說 其實講的會比較簡單 我們會用的太 太複雜 因為在演說當中 太 不容易去傳達 或者說 太複雜之後 也不容易去讓 聽眾去理解 所以通常我們就會用 這邊 就是 我相信老師們 都會比我更厲害 我這邊就不多解 所以 我們也在用修辭格 對 是 沒有錯 好 這個是修辭學 其實大家會重疊的地方 這是西方修辭學 跟那個 我們整個 中華文化修辭學 是非常多 好 這個地方是相似的 好 那當然在當代演講的時候 被簡報製作 現在還在 我有一點好奇 各位覺得 當我們談到 這個通常我們從這邊問的 談到簡報的時候 各位會覺得 你聽到簡報是一定要有 抛會呢 還是因為簡報是不需要 認為 聽到簡報 比如說我們是簡報比賽 簡報比賽 那一定要有 抛會 一定要有這個 抛會 但是我們一般在談簡報 如果我講得好 沒什麼辦法 不要用 不要用影像 也可以講得好 一樣可以把它講清楚 所以這個是 有些人認為說 圖片 圖像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好 所以我們也有在教類似簡報 再來 今天呢 各位可能會期待很久了 來 我們進入了表達 表達這邊呢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透過眼神肢體 跟語調 有時候會跟你說出力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呢 呃 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我們用五分鐘時間 現在請各位的 我們四個人一組 四個人一組 好 四個人一組 每個人 發現我沒辦法給各位 十五分鐘 有點尷尬 四個人一組呢 我們每個人用一分鐘的時間 自我介紹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要注意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我們要注意的 就是你的眼神 你的眼神 你的眼神呢 必須要是怎麼樣 注視你的聽 逐一注視你聽眾的 好 這個地方叫什麼 人 人中 好 背信 對 對對對 不是 也不要看病情 會尷尬 好 就是呢 我們要去看 美心如果你害羞 不敢看眼睛的話 曾經 也有說 你們知道 看左眼右眼不一樣 好 看不同的眼可以深入他的靈魂 好 那個是 看哪一隻眼 好 看右眼 好 大家就是 左腦跟右眼 可以深入他的靈魂 來 後面有關係 我要先跟各位講 跟各位講 就是 一分鐘 四個人 然後我們還要做什麼呢 除了眼神的接觸練習 這個各位 就是跟同學在分享的時候 也是 眼神的教授 眼神接觸有什麼好處 根據研究 眼神接觸多的講者 人們會認為 他是比較誠實的 他是比較有能力的 所以眼神接觸這件事情 是很重要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件事情 手勢 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話 好 我們今天先做的是 畫圓的手勢 好 這有點像 伸展巢 你有些同學 在教同學手勢的時候 跟同學講話的時候 好 不敢伸手的時候 你先教他先畫圓 先讓他手先動起來 就像我們那個拉筋一樣 好拉 讓他拉開之後 他比較 可以敢 開始伸出手 伸手之後 請問 我們來問一下 手勢的功能是什麼 講要語氣 對 他其實是幫我們 幫我們在做溝通 在做表達 譬如說我們覺得好大 好小 或者是說 我們在強調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一個氣勢的時候 當你比較 當同學開始能夠比較熟練的運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再慢慢的讓他去修 每個人手勢不一樣 有些人可以去做自己比較習慣的手勢 但是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用畫圓的方式 所以如果不介意的話 不介意的話 各位可以拿 好 就是因為我們的麥克風有限 好 那你 請定名老師 我們可以拿這個這樣 好 來做練習 好 這樣 看起來蠻萌的 你可愛的 相信我 好 來 這是第二 第三個呢 第三個 我們 剛剛語調方面 我們今天就不做演練 好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的眼神 跟我們的手勢 這樣可以嗎 四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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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人原則上我們希望 六分鐘以內 結束掉 一個人一分鐘 可以嗎 一個人大約一分鐘時間 好 現在請開始 若你找不到話 你要我們請 找不同人方法 好 請關通方法 請關通方法 好 請各位站起來一下 進門的站起來 運動一下 好運動一下 四個人 四個人 五個人都沒有關係 好嗎 如果方便 好 來自我介紹一下 自我介紹一下 注意 你的眼神 第一個眼神 第二個 注意 你的手勢 你的手勢 提醒一下 很多按讚 我來看 你說 我的手勢 整理 自己的手勢 誠意 我操勞 我操勞 而 你 手勢 你 我操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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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操勞 我操勞 手勢 注意一下 手勢喔 好 我們今天到 請回座 謝謝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來 一分鐘 一分鐘 自我介紹 一分鐘 掌聲鼓勵 一分鐘 來 各位老師 他機會太多 真的 真的 他機會太多 我們 真的 各位 來 有沒有 這有點尷尬 您好嗎 可以嗎 可以 好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賀燕老師 好 定場完了之後呢 第二件事情 你在你的演說當中 那你不要像那個機器人一樣掃描 你這樣隨機在看的時候 現在才開始看四個角 包括這是第一個角 那邊是最後一個角 這四個角是一定要看到 所以待會你們眼神有接觸 的時候 也請給景彥老師一個回饋 站起來可以嗎 如果你覺得 因為我們時間只有一分鐘 所以他跟你接觸了三秒鐘 你就可以站起來 這樣可以嗎 當你要慢慢慢慢的講的時候 看到眼神 你就給他一個回饋的站起來 好 所以一分鐘時間 那 賀燕老師就放輕鬆 我們會給你慢慢的愛 來 掌聲鼓勵小 謝謝 各位老師 各位長輩大家好 對 對 覺得好像有很多都是 我需要學習的長輩 或者是同學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 董景彥 那學生給我的綽號 就叫做小燕子 那我的 英文名字就叫做Swallow 所以呢 剛剛有同學 也有老師問我說 Swallow可以當作英文名字嗎 事實上就是隨便亂取 大家開心就好 那燕子是 是一個候鳥 所以呢 是怕冷的 所以我昨天 剛剛從泰國去 剛剛從泰國去 避寒回來喔 所以如果現在思緒 不是很清楚的話 也請大家多多原諒一下 那我是來自 山城府裡的一隻燕子 所以呢 來到了台北 這個鄉下人進城 所以如果有一些地方 比較不周到 或者是 比較不理想的地方 然後再請大家多多包涵 那昨天為了來參加這個活動 所以趕快再把那個考題給複習了一次喔 我跟我先生講說 應該今天來到這個大家都超級認真 超級厲害的場所 所以那個學測的考題是怎麼樣 一定是大家認真的話 所以今天晚上在飯店裡面 就趕快再把所有的考題 在那個十二點之前 又重新閱讀了一次喔 好 所以希望今天來到這個場合 不會因為大家都好厲害 都好認真的感覺 所以希望可以從大家身上 學習到很多東西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是請教授 謝謝各位老師 這個 有沒有覺得滿滿的愛 好 各位老師 會發現 眼神接觸這件事情 我想的是 一方面也是 特別是我們碰到一些同學 或者是說 一方面是種尊重 一方面也是 我們會用的眼神 也是在跟聽眾在做教育 感覺怎麼樣 很害怕 很害怕 OK 謝謝 非常謝謝你們天才的示範 好 那這個是有關於肢體的部分 而且有關於表達的部分 表達的部分 我們會注重三個地方 眼神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肢體 第三個我們有講到的就是 語調 語調 這個語調其實就像剛才我們在課堂上 之前有講的就是 輕重的起義 這是語調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最後記到的是 記憶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們修持學呢 就跟坊間的技藝術大師呢 就是我們的門徒 好 就是我們這一脈下來的 但是呢 基本上我對這一塊呢 我只有知識沒有技巧 好 這個 這個我只能跟各位講 我們知道它是怎麼運作 但這個要練習 好 這個練習包括了就是 圖像式啦 反覆啦 聯想啦 好 還有包括我們可以透過身體做定位 定裝 這是在課堂上 我們會去教同學一些基本的 概念 好 所以記憶大師 如果你們對這個有興趣 事實上可能有很多這類的書籍 那我只想跟各位講 為什麼 請問 學研究竟要記藝術 原來才能把你的 好 把你要講的內容 數字數據 能夠記下來 不過我們也確實曾經做過一些政治人物的 類似像是 某個期間的訓練的一個老師 所以我會後來發現 你知道為什麼政治人物 講話超級 能夠記住很多事情嗎 其實也沒有什麼 就是因為反覆的在講 當我們在那個領域裡面的時候 你們反覆反覆 今天見到這一群也是這樣講 明天見到這一群也是這樣講 然後連那個數字全部都記起來 連我只不想記的都記起來 所以不要想太複雜 它其實有一些技巧 包括用圖像式的方式 聯想式的方式 串聯的方式 還有身體定位的方式 所以這個如果將來都有興趣 是去幫同學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影片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在這邊做一些研究 其實有些同學 對這個考試怎麼準備 也會感到好奇 記憶術就是我們修辭學 五大要素裡面的一門 不過抱歉 我後面感覺是有些比較快 因為是希望想要跟各位 就是我們在時間之內 希望能夠做一個ending 簡單來說我通常 我是很像一句話的 上課上再好 沒有下課好 所以呢 這個時間上面 這個時間上面 盡量去掌握它 不要加上各位的用餐時間 所以今天我們講 哪是一件事情 講what 我們為什麼要去演講 講what 演講學是什麼 以及how 我們在教演講學的時候 我們要合一而哪些 供各位做參考 那我想我的想法就是 跟我們在剛開始的時候 我跟各位分享過 your voice can change the world 那個概念就是 你的聲音可以影響你的學生 你的學生 將來去影響一群人 那一群人去影響更多的人 影響這國家 是沒有什麼世界 我想我們學演講的 或是說我們對這個有興趣的 我們總是希望 我們能夠把一些好的觀念 好的想法 跟大家做分享 以上 是我今天的報告 希望 供各位做參考 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